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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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這下小子再次響起的瞬間 我們不再是當年的小朋友 不再是無憂無慮的小朋友 不再是被選中的小孩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Great 數碼暴龍20周年電影 Last Evolution 終於在5月16日在香港正式上映 對於看數碼暴龍大過的我來講 故人非常期待 可以在大螢幕上見到童年的他們 不過又想起前幾年被揣 在惡夢的洗禮之後 看的同時又怕會再次毀童年 不過看完之後我只可以說 只要你的童年有數碼暴龍 你就應該立即賣票去看 他絕對是最好的數碼暴龍系列告別作 作為陪伴我長大的作品 數碼暴龍是我心目中 一直有一個無可取代的地位 不知道他對大家來講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呢 老實講即使過了20年 由小學看到現在 有很多場景到現在我都是忘記不到 一個人回現實世界的太一 雨陀場大戰究極吸血魔獸 無視獸致死 決戰暗四天王等等 如果大家有些自己最難忘的場景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分享一下 以下內容涉及劇頭 媒體的觀眾 沒有必看完再回來 講回 Last Evolution 故事一開始其實 就已經可以見到製作方的誠意 作為開場的博萊羅舞曲 立即勾回了回憶 令觀眾可以最快進入故事 然後開場的戰鬥 以英武獸作為對手 相信如果有看過滾球獸的誕生 應該都會知道 20年前暴龍獸大戰英武獸 可以說就是一齊的開端 重演英武獸大戰暴龍獸 作為電影的開頭 可以說是非常高明 和意味深長的選擇 製作方還很貼心地 重現了當年的進化畫面 相信配合 Braveheart 已經令到不少人眼淚淚 而這一場戰鬥 我們都可以很明顯地 看到角色的成長 以前每次戰鬥 他們都只會在後面加油 根本什麼都做不到 但現在他們會依靠地形等等 去制定戰術 去指揮他們的數碼獸戰鬥 盡量令對四周的選擇 達到最小 我覺得這個細節是做得非常好的 讓我們知道 他們不單像以前一樣 去依靠數碼獸 而是都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協助他們 作為開場的一段 我覺得是非常完美的 當時甚至覺得 只是這一段 都已經值得入場一題 之後的故事都可以說 充滿細節 和令人感嘆 說真的 見到太一喝啤酒 我真的有點不習慣 聽到大和說自己的星學 可能只是想要多點時間逃避 不想這麼快出來社會 我都很有感觸 相信每人都經歷過這段 對未來迷惘 猶豫 掙扎的時期 而今次故事裡面 太一和大和都可以說 正正處於這個階段 當時看數碼暴龍大的小朋友 大部分也都處於這個階段 所以才令到更加多人有所共鳴 也都開始慢慢向觀眾 帶出今次劇章版的主題 其後就是今次的主線故事 全新數碼獸 艾奧斯獸的出現 和帶出新角色 梅諾亞 在第一次的艾奧斯獸討伐中 奧米加獸突然解除合體 艾奧斯獸乘機走路 第一次的討伐已失敗告終 並從而帶出本作今次最大的重點 太一他們在梅諾亞口中得知 合體解除的原因是因為太一他們 已經慢慢成為大人 和自己的拍檔數碼受關逆章解除 因為成為大人的同事 亦失去了小時候 無限的可能性和成長空間 但這兩件正正就是維持 拍檔關係的主要元素 神聖計劃上面的光環不斷倒數 不想長大 不想分開 故事由這一刻真真正正拉開圍幕 經過一番的調查之後 最後也得知原來一切都是梅諾亞的陰謀 他希望以他的方式去拯救被選中的小孩 將他們的回憶永遠封鎖在過去 那就永遠不用面對與拍檔數碼受分開的痛苦 不用再有人體會他當時所體會到的痛苦 這裡我想贊下劇情版對於這次反叛梅諾亞的訴訟 劇情其實是沒有用大量的不默去描述這個角色的過去 而是透過他一些言行和間中一閃二過的回憶畫面來完善這個角色 觀眾就可以透過自己的聯想去把這個角色保存 而我個人的理解來說 梅諾亞的童年在遇見閃蝶獸之前應該是不開心的 但和閃蝶獸相遇之後他開始變得開朗 希望積極地去面對挫折 所以他就努力讀書 甚至在14歲就調級讀到大學 希望向身邊的一切證明他自己 但也因為這種早熟的思想 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做失去他唯一的依靠唯一的拍檔 這種痛苦對於14歲的梅諾亞來說毫無疑問是過於沉重的打擊 正正因為親身體會 他才不再希望有任何人經歷這種痛苦 你還長大了就不可以在一起的殘酷 他希望由他自己親手打破 才開始了今次的艾奧斯手計劃 可能你會覺得他這樣做只不過是他的一廂情願 但至少我覺得他的行動動機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他付出的這一切對於他來說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因為無論他怎樣做他的事件接受都已經不再回來 用最少的篇幅掃到最完整的角色 我覺得今次的劇場版 梅諾亞這個角色的掃到絕對是亮點之一 隨著決戰的打響 雅古獸和家寶獸點醒了猶疑不決的太一同大會 不單是對於戰鬥上的猶疑 更加是對於未來的猶疑 他們明白不能永遠被過去束縛 會在過去人是武漢敵而成長 逃避離別而選擇會在回憶之中只不過是自欺欺人 他們決定打破梅諾亞所謂的烏托邦 將最後的光環燃燒桌盡 奇跡的全身進化 雅古獸、家寶獸基本形態 這段離別的最終進化的處理可以說是神龍之筆 製作方明白這段離別 沒有聲性有聲 不需要任何背景音樂去襯托都足夠 是名副其實的last evolution 最後也成功擊敗艾歐斯獸拯救了悶諾亞 戰鬥結束同時也代表離別的時間已到 大和吹起熟悉的口琴 太一和大和才發現自己在這幾年 都忽視了陪伴在身邊的拍檔 這件事其實在劇中有很多細節都有表演出來 但已經太遲了 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再阻止神聖計劃的倒數 當太一和大和想開口邀請雅古獸和家寶獸 開於明天的約會的時候 他們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雅古獸最後那句 可以說是全場最後的催淚彈 但我相信他們的消失 將會成為太一和大和奔向未來的動力 他們會一直在一起 即使成為了大人 只要你還有無限的可能性 就必定可以再次相遇 總括而言last evolution 對於數碼暴龍粉絲來說 絕對是值得一體的作品 無論細節、情懷、內容 都可以說非常優秀 一首有一首經典的插曲 永遠來得這麼及時 新的主題曲和片尾曲 都絲毫不輸遲給舊哥 另外我認為今次的敵人 艾歐斯手以胡蝶造型登場 都是極有用意 相信大家都知道 胡蝶對於數碼暴龍來說 是有非同反向的意義 第一部由和田光師先生演唱的Butterfly 可以說是一代經典 胡蝶亦因此成為了數碼暴龍入面 童年、成長、夢想的象徵 而今次你的敵人 正正就是你的童年和過去 亦都是今次電影的主題 是時候展望將來 不要再被過去束縛 因此是這樣 我才認為製作方今次最後 不選擇再放一次Butterfly 來賣情話 就因為如果他們這樣做 就和他們的主旨相圍背 把握當下,展望未來 就是這部電影想告訴我們 我會做更多動畫、動漫相關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請下個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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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